大家好 我是沈玲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天下綜橫談 其實許多亞洲的女性移民到了美國之後 到底她們的生活會是如何的呢? 而她們的生活又是怎麼樣可以產生在文筆之下呢? 今天我們天下綜橫談非常榮幸 請到了名作家汪洋來到了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討論一下 其實一個移民的華人女性到了美國之後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生活情況之下 可以出現在她的文筆當中 汪洋您好 我們洛杉磯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汪洋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做客天下衛視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小說楊架 我們也是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您 我知道您得獎無數 在2008年甚至得到Cosmo的最佳傑出女性獎 先跟您談一下我們的楊架好了 這部楊架這部小說呢 您的原由是怎麼來的?想法又是怎麼出來的? 那我呢是2006年移民到了洛杉磯 然後我看到的那個美國啊 跟我想像當中呢有很多的不一樣 那以前我們都覺得世界是相通的 現在有影視 書籍 互聯網 還有口口相傳 對吧 覺得美國肯定是不陌生 天下都沒有新鮮事 但來了以後還是發現很多新鮮的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做一個作家 這個世界非常有趣 就整個我覺得洛杉磯像一個大舞臺 很多的人我覺得不經過包裝就可以成為文學形象 當然他不是說單個成為啊 就是他的很多特質有這種文學形象的這種可能性 然後我們也和那個當時在國內一些頂級的一些影視人聊起來 就覺得呢這麼多年 二十幾年前吧 有一部寫我們美國華人移民生活的電視連續劇啊 北京是在紐約 對 那麼二十幾年之後呢 就一直都沒有一個作品 能夠再次反映我們美國的海外移民的這個生活啊 精神狀態 那覺得我們首先是做一個作家啊 應該有這個責任去把我看到的這個世界去告訴這個 我們國內的讀者 也包括我們洛杉磯這邊的讀者 而且當時也就有做影視劇的想法 因為我們是2000年之後來的新移民嘛 對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 應該是已經發展壯大之後的中國的新移民 我們看待的美國的眼光和視角呢 和二十年前的那個老移民看美國的眼光和視角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呢我們是一個女性視角和男性視角又有所不同 所以就覺得通過我的這個角度來寫這樣的一部作品的話 應該會很有意思 所以呢就把它完成了 就藝人絕眼的一定要寫出楊佳這本出來 其實就是從我上一本長篇小說 2006年的在腾痛中奔跑之後 有五年我是處於一種失語狀態 就是沒有寫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剛剛來到美國之後 有很多的那種震驚的地方啊 有很多就是一個是你寫作本身有一個瓶頸期 一個就是自己呢也希望能夠看得更清楚和明白一些 對 所以經過漫長的五六年的這麼一個積累和沉澱 然後我在北京的魯迅文學院 讀完了我們高研班之後 就開始創作這個楊佳 所以就是寫完之後呢 雖然不能說完美 但基本上也表達了自己想要表達的 然後我們也順利地拍了電視連續劇 去年呢我們在洛杉磯這邊實拍了三個月 然後又回國內拍了兩個月 現在已經全部製作完畢了 就等待電視台播出 那明年我們還將過來拍電影 楊佳的同名電影 OK 所以其實一系列的作品 從你的長篇小說到電視劇 一直到電影一路走來 當然您剛也提到了您用你的瓶頸期 Writing需要沉澱一下 然後慢慢咀嚼您這幾年的移民生活之後 再把這個移民生活放在你的筆尖之下 用您的筆注寫出來 其實一個移民女性在美國 想要圓一個 美國夢的方式 到底應該違和 楊佳 楊佳 顧名思義 就是嫁過來的人 對 對 為什麼要取這樣的名字呢 因為儘管就是說當時呢 我們是想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一個 就是說我們洛杉磯的華人移民眾生像 但是呢一個人的視野 你畢竟是有限的 那你說我要寫到 每一個層面都寫到 肯定是無力達到的 一個作品也容納不下那麼多 那我選擇楊佳這個通道 而且我們通道比較狹窄 就是你這個女性 你不是ABC 也不是來留學 也不是來工作 你就通過婚姻渠道過來的 所以我們是一個情感故事 還是以情感為主 而且的話 這個通道女性相對來說呢 她有一些缺陷 就是她生活上會困難一些 這樣才有故事 因為文學作品的話 就是 故事性 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文學作品 不是去歌頌幸福 不是更多要表達不安與騷動 可能更多要講不幸 所以有時候 我們這邊也有朋友 給我提意見說 你為什麼寫的女性 好像命運都不是那麼的好啊 沒那麼幸福啊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 飛機每天都在飛的時候 你不會 你沒有什麼好寫的 詩詩那架飛機你才有寫 所以它的故事 特別幸福的那種 都特別正常 就沒有什麼好寫的 我們可能選擇恰恰就是 有故事的 它就是不是那麼的 世俗意義上的幸福的 所以是 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這才是反映眾生嘛 這樣你剛剛提到的 要反映所有的眾生相 只有不幸福的事情 才能夠真實的寫到 所謂的眾生相 因為幸福它還是很相似的 而且幸福是很抽象的 有的人他就覺得他很幸福 可是有的人 其實對他來說 幸福真的很遙遠 其實我們一直在百度上面 搜尋到楊架 我們一看到的 第一個字是聖女 第二個字是小三 第三個字是 到底結婚 屬不屬於幸福 這樣的一些字眼 對您來說 或是對楊架來說 甚至對讀者來說 您覺得這三個中間的 關聯性有為何 因為是這樣就是聖女呢 因為不管是在國內 還是在洛杉磯 其實都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當然我本人是不喜歡這個詞了 就覺得它是 帶有一種歧視的意味 所以這個聖女這個詞 肯定不是我提出來的 但是我們寫的這個 女主人公謝孝 她是一個大臨的那個 女性 女性吧 這樣的一個群體吧 對 然後呢 小三呢這個 因為在我們這裡頭呢 她應該是說 還肯定有情感的糾割嘛 情感糾割那個三角戀愛 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她不是一個 典型意義上的小三 就是說她的 在我們這個裡面是比較複雜的 起碼是在我作品當中 是不贊上這個小三 而謝喬也不是一個典型意義的小三 所以其實謝喬 她是整個串聯故事的這個主角 所有的故事其實是圍著她 圍著她跑的 對 她是一個女一號 對 那我其實我想知道 您的內心跟謝喬的內心 是不是有相互呼應的地方 才可以把謝喬寫得如此的生動 有人在問我說 這是你自己的故事 甚至有人說 就寫的是你自己 其實的話 這故事一點都不是我的故事 就是我也沒有碰到情懷 我也沒碰到小雨山 其實我在洛杉磯 我沒有什麼故事 但是呢 我覺得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我 就是我覺得眼光是我的 那個視角是我的 我的心靈的感受是我的 我說是 我是在別人的故事裡 流著我自己的眼淚 其實在我們這裡邊 有很多很多人的故事 重新組合 然後塑造這麼三個 女性的人物形象 對吧 然後謝喬這個人物呢 她在可能在某一些方面 跟我是有點 就在精神層面吧 有一些東西是相通的 但故事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OK 所以其實故事裡面 有一些些你的影子 其實反應的並不是你 故事不是我的 但是眼光是我的 OK 就看待美國的一些眼光啊 對待情感的態度啊 對 這些可能跟我自己有一些相似 但是還是不是很 不是很像 剛剛你也提到了 其實在別人的故事裡面 找到你自己的眼淚 就流自己的眼淚 對 移民當然不 一定是不容易的事情 離開自己的國家 生活了這麼久 幾十年那個國家 移民到出生之獨 完全不認識的地方 對 眼淚在哪裡 怎麼樣的心痛 對 我想這個應該是在我們的作品當中 寫了很多了 對 因為 確實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眼淚 然後我們試圖呢 把這些眼淚結合起來 對 寫出我們這個華人移民的這種酸甜苦辣 對 當然也有幸福 也有非常幸福 非常快樂 非常的這種 正面積極的那種 對 會有的 但是肯定也有很多心酸 很多無奈 很多苦痛 所以也試圖表達這樣的一些情緒 對 當然啦 做人當然不免比較嘛 所以很多人就會跟您比較啦 哎呦 那汪洋啊 之前有人寫了那一個 對不對 北京人在紐約 又有一個電影 當北京遇上西雅圖 現在有您的這本書 楊架 一定會有人做比較 您覺得 如果有人在相比之下 把這三個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較 您覺得汪洋 您寫的這個作品 楊架 佔的優勢是什麼 我覺得 從 因為北京遇上西雅圖是一個電影 對吧 那如果說是和北京人在紐約 比呢 我自己當然是無法去評判的 我只能說是 我們這個小說呢 在國內的評論界還是非常看好 就是在文學性來說 這本書的文學性是得到了首肯 對 國內的評價的首肯 它雖然是一個 還是一個很好的文學作品 因為文學作品不僅僅是以題材取勝 你還有你的文字 然後你表達出來 你這個文學的那個字 那個文學的制術 對吧 我相信這個我還是很有信心的 然後還有一個呢就是 那我相信我表達的這個事 也是別人沒有表達過的 對 我們這三個呢我覺得 嗯 不能去比較誰好還是誰不好 當然 我們各自有各自的表達 我們通過各種 這個角度的表達 美國這個移民社會的一個真實的一個圖景 對 嗯 又是互為補充吧我覺得是 應該是 嗯 在楊架這本書裡面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文字 那你知道現代人他們都沒有這麼多時間嗎 您剛也提到 其實電視劇裡面 他參加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看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讓人家更有up and down 這些感情的起伏 對 如果我今天想要看您的書 嗯 給我一個最忠實的建議 為什麼應該要看楊架這本書 怎麼講 就一個作家無法去推銷你自己的書 嗯 對你也無法去告訴說 我有什麼優點讓你去看 嗯 因為你的東西就擺在那裡 一個作家 你的作品在那就可以了 然後就讓讀者自己去甄別 對 我也沒有辦法去推銷我自己的作品 說他哪裡好你一定要看 因為不看小說對你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看 嗯 但是無用的書才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不是一個成功學啊 不是一個知道你工作的書啊 都不是 但是他是你的心理 可能會在你心情上有共鳴啊 你精神上有些震撼啊 有這樣的價值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吧 就像我現在坐在跟您這邊跟您講話 您不是一個所謂的歌頌家 告訴人家說 你現在必須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你只是很單純的告訴我說 他只是一本書而已 對 你要看也行 因為我們的文學 我們文學不承擔一個評判的功能 我們也不是一個宣傳的工具 我們文學就是盡可能的表達真相 儘管永遠我們都探尋不到真相 我們無限逼近真相 對 所以那個 而且我覺得只有小說表達是最深的 因為我們通過各種文體 比如散文或者說傳記或什麼 但是只有小說 看起來是虛構的 但小說抵達人心是最深處的 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那個精神上 你有比較高的追求是吧 你也想探尋心理上更深處的東西 我覺得看看小說就達到這個功能 今天非常謝謝汪洋良 我們天下綜合談跟我們談到了 他的楊架還有他的文學作品這一本書 如果有空的話 其實拿起一本書 讀讀看楊架裡面的蟹橋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反映自己的內心世界 其實楊架這本書就會告訴你 移民不容易 可是其實也可以很幸福 歡迎回到這一屆的天下綜合談 這是舞台劇可以真實反映每一個人的情緒 而其實舞台劇跟電影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可以跟演員面對面的做正面的接觸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了 中美華人戲劇聯盟的三位主要創始人還有演員 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其實中美華人戲劇聯盟 它的成立的宗旨為何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第一位創始人 就是Sophia Sophia您好 你好Sophia 大家好 天下綜合談的觀眾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中美華人戲劇聯盟的創始人楊不悔 那也不是第一次來到這個節目了 那跟大家也可是老朋友了 那上一次還是以演員的身份 這一次呢就是已經搖身一變變成了幕後人員 這另外一位呢非常美麗非常瘦小的 也是我們美玲 美玲你好Shalene 你好 天下綜合談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中美華人戲劇聯盟的創始人 曲美玲 可是還有另外一位呢 就讓我們眼睛未知一亮啦 並不是只讓我們暖而已 這位就是我們的亮亮 亮亮你好 你好Shalene 天下綜合談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中美華人戲劇聯盟的聯盟成員 同時呢也是演員代表 我叫亮亮 其實中美華人戲劇聯盟 她成立並不久對不對 為什麼要成立 成立宗旨為何 是我跟美玲我們兩個的自己的專業 還有我們的興趣愛好 因為我們兩個呢都屬於就是來洛杉磯的新移民 那我們兩個也都是做藝術出身的 我是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專門學表演 那美玲呢是北京舞蹈學院的 專門是學音樂劇專業的 對 所以我們兩個在北京在內地兩岸三地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直在從事跟藝術有關的這個行業 那我們來到了美國之後呢 首先就覺得很悶 找不到適合我們兩個的平台 就是尤其是給華人看的 就是真正能給華人看的這種舞台劇的這種平台 所以我們兩個也是在各方面的理念 就是一拍即合 我們說那我們就一起成立一個中美華人戲劇聯盟 不但可以結合在洛杉磯當地非常優秀的演員 像亮亮這樣的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在北京的人脈 我們把北京的資源包括上海 我們全部結合起來 就真正的形成一個聯盟 然後把舞台劇這種藝術呢 讓更多的華人知道 推廣 同時提高它的一些大家的欣賞水平 然後包括以後也可以做一些 像優秀品種劇目的演進 對 其實也挺簡單的 其實就是我們兩個的興趣二號 可是因為有的興趣二號 才可以把這個平台慢慢地擴張出來 可以把你身邊的所有親朋好友啊 慢慢抓進來 變成一個基本的平台 然後更上一層樓 是的 剛才Sylvia提到 其實美琳您是舞蹈專業是嗎 確切地說我是音樂劇專業 所以您是音樂劇專業 所以其實中美華人戲劇聯盟裡面會有可能會有音樂劇的元素 沒錯 開場會有一個很熱鬧的舞蹈 那我們中間想表現一個女主角的一個內心的情緒 我們會用一個很sexy啊 或者很奔放的一個舞蹈來表現她的內心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劇目呢 它是音樂劇跟戲劇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劇目 在我所知道 我在自己在華人界這麼久喔 好像是第一次有華人是把音樂劇跟舞台劇結合在一起是嗎 是 而且是非常專業的結合在一起 因為美琳他們當時的北京舞蹈宣宣這個班是第一屆和戲劇 對 我們班當時是和日本四季劇團有合作關係 所以在99年的時候我們班就演出了美女野獸 當時引進的是四季劇團的版本 對 所以呢 接觸音樂劇我也是從演員開始 然後慢慢到轉到幕後做編導做編舞 所以我也希望把我的專業來放到我們第一部的這個話劇裡面 讓這個話劇看起來更有色彩更豐滿一些 所以其實有兩位專業領導 這樣子來說 對於成員應該是一大挑戰吧 對不對 剛才其實美麗已經提到喔 女一呢 她是要有可以唱 又可以跳 還能演喔 所以您是絕對能勝任這個任務的對不對 她沒問題 對 我希望吧 大家拭目以待 對到時候所以一定要來看我們的戲 就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勝任這個角色 為什麼會想要參加中美華人戲劇聯盟 首先我是復旦大學視覺藝術學院表演系畢業的 這是我的本科 然後研究生呢 是在紐約電影學院的導演系畢業 所以就是我是一二年來的美國 那我來美國之後等於是 對這個跟戲劇其實拖了一個大截 因為我在這邊學的是電影 電影導演包括表演 那其實我之前所學的所有的一切的那個表演的技巧 全部都是戲劇舞台上的表演 在中國的時候我是這樣學 而且我的老師都是在中國的戲劇界的一太陡級人物 那所以我是聽到這個我們有聯盟成立的時候 我的熱血就被點燃了 就非常的熱血沸騰你知道嗎 因為我太久大概有四五年沒有接觸過戲劇舞台了 那我覺得我的這個熱情真的是 我就跟楊楊姐聯繫 我就說無論怎樣 我用什麼樣的形式 就是我都一定要參加到這個我們的聯盟當中 對 然後我有看到我們記得是10月19號有一次 第一次演員到Audition 那我就做了很足的功課 因為我就好幾年沒有碰我的那個獨白的段子 然後我就把它翻出來 然後又標中音啊 劃分各種那個表情 對 然後在家裡苦練了一個禮拜 然後就以一個演員的身份 對 去我們這個戲劇聯盟做一個Audition 第一次Audition 我不知道 我覺得那天我表演得很好 還不錯 寂靜四座 就像名字一樣 亮亮讓人眼睛為之你亮 沒錯 所以您才是這部戲的女衣 對 其實三位當然都非常優秀也非常專業 對 因為現在您是復旦大學 然後兩位是北京學院 其實都是非常頂尖的學校 當然這次角色有點不一樣了 對 美玲就是您是 我是導演 我是導演 Sylvia 製片 製作人 然後就在亮亮 你又這四五年之後又重拾到了舞台上面 跟我們講一下其實做導演 心路歷程 是悲還是喜 做導演 其實做導演 是一個很燒腦燒心的一個工作 對 因為我們在跟演員見面之前要做很多的功課 因為我們拿到的這個劇本 其實它只是一個梗蓋 我們要豐富很多東西在裡面 然後要去修改一些內容 讓它變得更合理 那和演員在接觸以後呢 要再和演員的一些磨合 當然我們這回的演員非常的優秀 而且我們的氣場非常的合 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排練 就很容易去進入到狀態 狀況裡面 對對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吧 是是是 因為你要和氣才有辦法把這個劇做得更好 因為你在舞台上面 你是完全跟觀眾近距離的接觸 一點點插作都是不容許的 沒錯沒錯沒錯 Sylvia您這次從幕前跳到幕後了 搖身一面成了製作人 是 就像美玲說的 她做導演已經燒腦又燒心了 我就是燒腦 燒心又燒錢 哈哈哈哈 多美像 因為像他們這些創作者 當然我也是他們創作者的一部分 越是好的想法 其實在舞台上的表現形式就是 Mar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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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錢 是錢 是他們越有好的想法 如果你想在觀眾 讓觀眾在舞台上有一個很好的呈現 其實就是錢 所以您就在燒那個錢 對 我就在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次我也真的要感謝 就是洛杉磯當地的一些華人 還有就是說一些僑團 僑領 他們對我們真的很支持 因為知道我們是 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的熱情 就是想做這個事情 而且知道我們大家都是不計酬勞 然後大家所有的都是 就是潛心創作不計酬勞 然後他們都很支持我們 對 所以我真的也是借這個機會 感謝一下就是所有幫助 支持我們的商家也好 還有僑團 僑領也好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的支持才有走下去的力量 動力 對 亮亮 情感調節式 開始排練了對不對 對 我們已經正式的進入排練階段 從你的addition開始 然後開始進入到排練了 對 什麼樣的感覺 興奮 從興奮 永遠跳脫不出來 興奮的感覺 永遠在興奮 其實真的演員是要保持這種興奮的狀態 要是一定要的 跳脫狀態一定是非常興奮的 然後包括我跟對手之間的這個 碰撞出的火花 都是可以給到就是導演還有製作人 一些新的思路 就包括我們這個劇本的這個 會使它更加完善 然後呢 我們在排練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些突發奇想的一些 又加進去的新的一些想法 對啊 然後呢 對 都是一個再 二度的再創作等於是 尤其是所有的專業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的火花可以更為強大 沒錯 對 所以有導演 然後有製片 然後有演員 說明演一演突然有個想法出來 製片跟導演看到覺得非常好 咱們再加進去 對 錢又來了 啊 加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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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看看我的錢包又少了好幾張啊 我就在哭啊 對 心裡在滴淚 可是臉上要保持非常好的 加得好啊 對 來繼續你的火花要永遠不滅 這才是最重要的 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一下 其實情感調節是需要誰的支持 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第一部爆笑賀歲喜劇呢 我們的檔期就是1月7號8號 然後我們針對的人群呢就是覆蓋東南西北中 還有呢就是 無論您是哪個年齡段的都可以走進劇場看我們的畫劇 因為我們的劇本呢就是老少傑儀都包括 重點是一個爆笑劇 對 千萬不要忘記了 它是一個爆笑劇可以讓你心情開朗的 完完整整的看完這一個情感調節式 千萬不要忘記了 1月7號8號 一起去支持美玲 我們的Sylvia 還有我們亮亮 所謂的第一部音樂舞台劇情感調節式 現在是十分dragon 會有點像時去拍攝 在拍攝時起拍攝時起拍攝order 我們主在拍攝地拍攝之後 現在要聽到拍攝時拍攝時起拍攝 貴えー Bee tearing